我叫庞威 22岁 毕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国际新闻专业 是一个不安逸宣状 记忆向上的女孩 曾经也怀有一颗明星梦 有幸进入百度人剧组 体会到演员的被动和不意 后来和同学一起创业 取得年千万的业绩 今天来到菲尼莫淑的舞台 希望能够寻求一份和新媒体前观的工作 谢谢大家 做过演员 做的是 Angela Baby的替身 这个做替身要做哪些工作 就是先帮演员走戏 然后灯光师调光师 用我来调 所有东西都到位了之后 演员才上来演 想没想过哪天不做替了 做替前面的那个 做完一段时间替身之后 就不太想做演员 为什么 就感觉做明星 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 而且很被动 可能你的人设啊 包括你要演什么呀 我就觉得都挺被动的 做不了自己呗 对做不了自己 你还挺有个性 这上面写你在大二的时候接触过电商是吗 对 我们是主要在销售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是美牙衣 刚开始的时候 只是几个人的小团队 并没有想到会发展到1500人的团队 1500人 然后我们的年进货量有突破1000万 就是相对于我们公司的进货量 你这样 你跟我们大概说一下 你们1500人的管理体系 我们是有核心小团队的 核心小团队30多 30个人再管1000 对对对 其实刚开始带的时候很难带 但后来的时候他们都很懂了 就他们就很会带了 凭什么服你呢 其实一开始他们是我的客户嘛 就产品好用 他就会觉得 你真的是就是靠谱 然后并且通过你 在朋友圈展示你的为人啊 你的生活呀 怎么在朋友圈展示为人 你这事我得学一学 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 分享什么生活呢 嗯你去哪玩了 或者是你的一些观念呀 对然后还有 那你的在朋友圈的人设 是什么人设呢 可能是一个甜美可爱 又颜值又实力的人设吧 哎呦哎呦哎呦呦 你也把自己夸得太好了 还好 那像你这样的一个女生 然后呢又能挣钱 你觉得又漂亮 朋友圈里又不是这个样子 那得有多少人追着你啊 但是我已经七八年没有谈过恋爱 哎呦这是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美丽的人设也有缺陷啊 对了顺便八卦一句 你大概一个月收入多少 我一个月收入也丢四五万 他每一句话都想让我发出感叹 你说的是真的吗 对那你干嘛找工作呀 你收入已经很高了 那你比库尔特的工资高了五六倍了 为什么有钱就不能找工作呢 工作是为了挣钱 你已经可以挣这么多钱 你干嘛要找工作呢 你那也是一份工作啊 对那确实是一份工作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特别想要的工作 我的梦想在影视传媒这一块 影视传媒想干嘛 我想先做新媒体 你是做前台还是做制作 其实我之前做那个自媒体就是前后都是我自己做的 这块我来问 你是在新微信仪工作还是是他旗下签约的达人 签约达人 现在还在签约状态 嗯 对 那你现在在这里应聘到时候 我应聘是要入职的 入职的会对他那一块的这个节目完成有影响吗 嗯 不会有影响 所以呢 你一方面想要做自媒体想哄 一方面又到这儿来应聘一份工作 你岂不是矛盾 不矛盾 怎么不矛盾 我来这边应聘的也是新媒体相关的工作 也是签约艺人吗 不是签约艺人 那是想做什么职位 我想做内容 什么内容 是文字编辑类内容 还是视频制作类 视频制作类内容 你的一厢企业是哪一位 六人游的潮总 六人游的潮总 他是一座旅游的 来来来你好好跟我说说 这是个什么逻辑 我就是要做新媒体嘛 既可以帮到您也可以帮到我 我们这样吧 我们请他特别青睐的潮汐 受宠若惊的潮汐 来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那如果说你来运营六人游的这个 抖音或者短视频 你有哪些思路和想法 能跟我们现在运营的不太一样吗 好我是想 我看过您的短视频 您基本上只是介绍 哪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个并不打动人 但是你可以把它拍成一个 在这个地方你去旅行的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片子 马上我觉得就会红 会爆掉 因为我们是做全球目的地的推荐 嗯 那么是不是我们要飞遍全球 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投入产出 其实你可以有几个主推的嘛 不一定说你推那么多我都要去是吧 我们可以编拍那种短剧 然后分发到其他的平台 包括微博 其实这种带有情感类的 或者是其他方向的 或者是舞蹈都可以 刚才呢 旁卫的回答 呃你怎么去做全球的宣传 我觉得从成本角度去考虑 我们要先聚焦几个点 啊去做这样的一个扩大化的一个去宣传 其实旁卫没有被你绕进去 而是才坚持自己的理念 然后而你赋予它的是什么 你拿这个CEO的标准去要求了这样一个员工 没有 哎王总您也是做人力资源的 那我觉得您这个水平比库尔特低了一大截 就是如果曹总要拼一个网络达人 来去帮他做宣传 一定找一个本身流量很大的 然后潮汐硬生生的蹭上去 这也符合他的人设 对吗 毕总你是在帮我说话吗 第一轮的环节恰恰证明 这个当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利用的时候 他离倒霉就不远了 最开始的时候他很深受青睐 结果把他滴流了出来 矛头全指向了他 我们忘记了主角是他 所以说正好证明这个女生至少有一个优点 很会省时夺智 拉人下水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八千底薪 有地域限制吗 就是北京 好来第一轮选择去国流 哎呀 杰森自豪的男人都灭了 对 哈哈哈哈 你这么一说 这不灭灯的男人都不对了 高松 我觉得一定要抢一下 还有八盏灯 先生朋友 来 先生朋友才准备了什么呀 呃 四老四 来掌声 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首诗 它其实应该是非常有力量的 然后非常有韧劲的 可是她读的呢 非常的娇俏 从这一点上 我就会觉得这个女孩子 不是一个在生活中 做深体验的人 你必须有深深的体验 才能够把这个作品 感受带给大家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女孩在 她的专业匹配度上 是十分的 你看啊 你作为一个直播大人 掌握节奏 是你的必定的职业制素 你怎么跟赶飞机一样呢 有点快了 有点快了 我让一个女士 跟你演示一下怎么样 来 贺东东 你来朗诵一下这篇 来 过来 好 就没有杀害 这两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不只是语音语调起伏 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她的心 画在了这个诗里 画成了这个写诗的女人 她的目标对象 就是她最爱的那个男人 所以她再去倾诉 但是你呢 就好像是在平铺直续 念一段别人的故事一样 我觉得朱雷老师 他们两个恰恰的差距 就在于阅历 我觉得这种阅历 是需要东东 有那样沉淀下来的 我们应该给予 旁为这样的新人 更多的一些机会 高松啊 如此对比 不是不给新人机会 恰恰是给新人机会 同时要让她亲属 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对的 明白 但至少一点 这姑娘在这个舞台上 选择这首诗 我认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喜欢这种诗的人 其实现在女孩子不多了 好吗 贺总朗诵确实也很好 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两种朗诵的方式 我可能表现的是 小女生的口吻来说这个诗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 太大的毛病 但没想到 就大家都接受不了 这种方式 来 我们来看看 职场情商课堂 领导过生日 你送了他一年的 你想撑死的 送了他一年的 君乐宝掌知识了酸奶 但领导并不知道是谁送的 你要如何旁敲侧击地让他知道 这是你的心意呢 比如说我是那个领导 你怎么让我知道这是你送的 附老师 今天有喝君乐宝的掌知识了吗 没有 其实这个很好喝的 而且对你身体特别好 我身体挺好的呀 它会更加地让你身体好啊 我要那么好干什么 越好越好嘛 你好我也好嘛 而且掌知识很好喝呀 那我试一下 您厂上喜欢喝我 下次还送你一箱 这个点好 还送我一箱 我就清楚了 这个回答好 这个回答不错 王提惠你认为呢 我认为非常不错 首先我再说一下这个题 送了一年的掌知识酸奶 这个不现实啊 保质期只有21天 其实他只要问一下 我上次送你到过期了 就行了 对对对 旁威 针对图类老师这样的 就是生活上啊 时间上 包括这个对这个 不太敏感的人啊 你可以直接给他说就OK了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因为你看题目中写的是要 旁敲侧击地说出来 而我觉得他已经撕开面纱了 没有啊 这姑娘说得很好啊 不不不 我觉得说得不好 那你来你来你来 对我来说 图老师 您那个办公室的 长知识酸奶喝了吗 我不喝奶 呃 是的 牛奶呢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难消化 但是呢 酸奶呢 它解决了这个 煤的分解的问题 我这人从来不吃酸的 那每天呢 都特别晚 特别辛苦 那么对胃酸过多呢 对肠胃其实不好 我就喜欢我老不煮的一碗面 毕总 怎么样 失败吧 赶紧认输吧 其实他刚才最后那一句 配合着他的 配合着他的神情 前面对已经OK了 他说我还送你一箱 哎 我觉得这个东西 让我恍然大悟 而且我也不尴尬 我觉得挺好 不要挑刺了